我們今天要上下特別的一些優化技術 我們先講一下什麼叫優化 優化就是在描述我們求解的過程 就是我們現在求解啊 大家應該都已經知道是利用T2下降法 找出一組參數 然後讓我們的預測函數預測得很準 那我們現在在 我們把這個行為叫優化 就是訓練這件事情叫優化 這是一個數學的turn 所以說這個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叫優化 反正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數學上求解要求極值的時候 T2下降法 我們在開始上課之前 稍微調查一下好了 有沒有人偷看過的啊 有沒有人偷看過第三課的 有嗎 你有 你有 你有這麼優秀 那你不要回答喔 好不好 我想讓 就是fresh的人想一下 沒有看過的人喔 沒有看過的人想就好了 大家想一下T2下降法這麼完美 現在有什麼問題勒 想不出來 你覺得很不錯 什麼函數都可以優化 上禮拜講T2消失問題 T2消失問題 函數是函數圖形很糟糕嘛 對不對 那那個函數圖形 可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講的是T2下降法本身的問題啊 不是說 預測函數的問題 那個T2消失問題是 他在遇到 他在遇到這個 就是 就是 神經網路 這樣的一個預測函數的時候 他有T2消失問題嘛 對不對 那T2消失問題 本身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好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想到啦 好不好 他想到的問題是這個樣子啦 就是 我們從一個最簡單的圖形 這個圖 這個函數夠簡單了吧 這個函數 y等2x平方 加3x三方加4x 這個函數啊 因為是4x4啊 對不對 他總共有三個極值啊 看得出來嗎 兩個 極小值 一個極大值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他有三個轉折嘛 可以嗎 轉 大家不要對轉折這麼的 這麼的 這麼的 這麼的陌生嘛 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來想一個 想一個問題啊 這個 我們現在 這邊有兩個轉折 然後我們現在的這個函數 長這個樣子 我們先用T度下降法來求他 好不好 好這個T度下降法來求他 這件事情應該不需要大家練習啦 好不好 我們就直接用 我們現在這一串函數來做好不好 應該沒有人看不懂這一串啊 好這一串是 這是他的 這個 欸這是他的那個什麼啊 叫什麼 呃 導函數 這是他的導函數對吧 描述切切斜率 這一個函數的導函數是多少 4x 加9x平方 加4x三方 對嗎可以接受嗎 大家都可以接受 好 好 所以4x加9x平方 加4x三方 這樣可以齁 好接著咧 欸 StarValue等於0.5 然後 Number of iteration30 這你要設多少都可以啦 對不對 Landing rate0.05 然後 欸我們就可以做了嘛 這是不是T度下降法 標準的做法 好我們現在這樣全部執行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欸 大約是0對吧 大約是0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把StarValue從0 改成 0.5改成 假如說-2 再做一次 欸這答案是不是差的有點多 這樣可以接受嗎 為什麼答案會差那麼多 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圖 如果你從0的地方開始做 你從0的地方開始做 他是不是一路這樣滑下來 滑到這裡為止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停住了 為什麼 他在這個地方 7N斜率等於0嘛 他再也不會動了對不對 而且 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是 當你的學習力足夠小的時候 當你學習力夠大的時候 他可能會跨過來 對不對 那運氣好的話 他可以跨到這裡 那他會反而往這邊 往這邊掉下去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那在正常的狀況下 當你學習力 學習力太大 這個是很有問題的嘛 對不對 學習力太大 優化不成功 我搞不清楚是 學習力的問題 還是 還是 函數圖形的問題嘛 對不對 學習力小的時候 欸你看 他現在是不是 到這裡為止就停住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如果他從這裡的話 他當然就會到這個點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在找幾小值喔 不是在找幾大值 所以我們都是一直 減掉斜率 這樣可以吧 所以他是不會找到這個點的啦 這不是個問題 這樣懂我意思 但是 很不巧的是 如果你剛好在這個點上 剛好在這個點上的時候 他斜率也剛好是0喔 你一樣也動不了 即使他並不是最小值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說啊 欸你發現T2下降法有什麼問題了嗎 當你的函數啊 當你的函數 我們把這種函數啊 叫做凹凸函數 當你的函數是凹凸函數的時候 也就是他不只有一個極小值 好吧 不只有一個極小值的時候 你的T2下降法 總是只能夠找到 離那個極小值 最近的 這個 局部極小值 我們現在把它叫局部極小值 0這個地方 是不是最小的地方 不是對不對 他是一個極值 但是他不是極小值 對吧可以接受嗎 好那這樣子 但是如果到神經網路的層次 我們會遇到什麼問題咧 也許正確答案在 譬如說你現在要找台北市的最高點 你現在要找台北市的最高點 那台北市的起伏就是凹凸凸的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們當然理想上 我們希望你找到這個七星山 對吧 但是你會發現 在七星山附近有一堆山峰啊 對啊 那邊有什麼 啊七星山自己本身 好像就有什麼前鋒 中鋒 啊搞不太清楚啊 記不太起來 這個 欸那邊是不是也是一個局部極小值 到了那邊也是 如果看得不夠遠 也會覺得四下沒有更高的地方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說啊 這個T度下降法 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是局部極小值問題 好這樣知道吧 有沒有人到這邊 我一直聽不懂的啊 欸 護理系的你可以嗎 我一直聽不懂的 這樣理解顯然有很大的問題啊 局部極小值 這整個函數裡面 這些 這三個轉折點都叫極值 對 我知道 然後 這個 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 這兩個轉折點 因為是向下的 所以顯然這兩個點都是 極小值 極值裡面的極小值 那這兩個極小值的 大小好像有差異啊 好像其中一個還比他更小 對不對 對啊 那所以這一個東西 我們就要叫全局極值 就是整個函數的 真的 整個函數的最低點 那這個地方 他是不是極值咧 他也是一個極值對不對 但是 他只是在某一個區域裡面的最低點 對不對 甚至在這裡有好幾個點 有無限多個點 還是比他更小 所以說 我們會叫他局部極值 好這樣可以嗎 可以 阿蔡良漢可以嗎 蔡良漢聽得懂嗎 所以你非常清楚他的問題是什麼了 對不對 好 呃 都可以嗎 有沒有人不行的 好都可以喔 數學系的應該不需要問喔 好 數學系覺得很簡單 好那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來 這是我們現在最大的限制啦 我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就要解決這個問題 來我們今天的課程 課程名稱叫什麼 局部極值與優化技術 對吧 總之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點出啦 有局部極值的問題 我們今天就要學 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幫助我們越過極值 好 越過極值的方法 呃 也是蠻簡單的 大家看一下這一個 大家看一下這個圖形啊 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啊 這個 這個 T2加那法是不是 當我在這個點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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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看我的斜率是 往左邊往下 還是往右邊往下 對吧 剪掉斜率是不是就是 往左邊走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我走到這裡的時候 我再看一次斜率 再走 看到 再看一次斜率 可是思考一下 這個 它是不是很像 滑一顆小球 一直往下這樣滑 這樣可以接受吧 有感覺很像滑一顆小球的感覺嗎 有一點這個感覺對不對 可是滑一顆小球 你覺得它會停在這裡嗎 它好像不會對不對 為什麼 如果你真的滑一顆 你真的有一個這樣的造型 然後你滑一顆小球 它是不是這樣跑過來 也不見得 不見得會越過這個坎啊 對不對 它會跑過來 有可能再跑回來 但會震盪一下 最後再停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或者是 也許它就滑過去了 然後就到這裡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為什麼 為什麼你在真實世界 在滑這個球的時候 它會有這樣的軌跡 是不是有個東西叫慣性 這樣可以接受嗎 有個東西叫慣性啊 就是 慣性力是一個很重要的力啊 慣性力不是一個力啊 好不好 但是 總之就是真實世界 就是有這樣的現象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真實世界有這樣的現象 我們要怎麼把這個現象 這個現象在數學上面 看起來好像是 至少對於剛剛那個寒數圖形來講 是有好處的 那我們要怎麼把慣性這個東西 加到 我們的式子裡面呢 好 大家現在來想一下 慣性是什麼 就是剛剛 我剛剛說剛剛我往前走 那我下一步 我就有一個往前的速度 對不對 那我等一下 我下一步 我在走下一步的時候 我如果馬上回頭 那不行啦 那我的速度會 我的速度 我要 我的速度要變慢一點點之後才能回頭 這樣懂的意思吧 那如果我繼續往前咧 就要越跑越快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大概 邏輯大概聽得懂吧 好 邏輯聽得懂之後 你就知道 我剛剛 走的那個方向 要納入我的T度下降法公式裡面 那我剛剛走的方向是什麼咧 上一步的值 減掉上上一步的值 位置 上一步的位置 減掉上上一步的位置 是不是就是我剛剛移動的距離 可以接受嗎 好 我們現在來思考一下喔 我們一開始在坐標 我們一開始在坐標 x等於3的時候 好 這樣可以吧 接下來我們在坐標 這個x1 x2 坐標x等於5的時候 那對於 對於 這一步來講 我們現在要考慮它的式子的時候 它是不是等於 x2 減掉 lr 乘上 slope 當下的函數對不對 好 現在問題是 我還要再加上剛剛的慣性量 剛剛的慣性量 2 2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是什麼 x1 x2 -x1 這樣可以接受嗎 x2-x1 就是慣性量喔 可以接受吧 可以嗎 護理系的 欸 呃 哪些地方不行 你可不可以 你描述得出來嗎 你不知道什麼是慣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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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慣性量是 慣性量要怎麼講 欸這個 欸你這樣有點難到我了欸 真的怎麼辦 慣性量 慣性 你知道慣性現象嗎 你知道你一直往前走會 你跑步一直往前跑的時候 叫你停下來是很費力的吧 不知道 你知道吧 那你知道這件事的話 那 這個 慣性 就是 如果你現在什麼都不做 就是你停止加速了 你應該 還可以繼續往前滑一陣子吧 可以嗎 那這個現象你應該有觀察到吧 好 你現在 你現在 我那可以 你可以嗎 你丟顆球 他媽的 你停止給他加速度了 他還是會繼續往前滾嗎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 他怎麼去 他怎麼去我 他怎麼 這個我們現在把這個 剪掉這個slope的地方 把它想成是加速度 這部分是加速度喔 是我要加速度多少 這樣子 這個部分是加速度 加速度 好 然後再加上 再加上 好 加上一個關心動量 這個關心動量阿 是 我現在的值 我上一刻的值 和我上上一刻的值 兩者相減 這兩者相減阿 這個2 這個2 2是不是就是 我上一步走了2公分 類似這樣的感覺 這樣可以接受嗎 阿這個2公分 不好算 就是他平常沒有地方去存他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 上一步的值 減掉上上一步的值 我就可以得到 我剛剛是前進2這個參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 加上這個東西 他通常前面會乘一個m m乘以這一個東西 這個m就是一個 跟lain rate一樣 有點像是 我到底要 有多少的慣性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慣性要多少 這個m如果等於0的時候 m等於0的時候 這次數就是一個標準的t2下降法的公式 這樣可以接受嗎 m等於0代表什麼 完全沒有慣性 完全沒有慣性 就代表這個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摩擦力是無限大 對不對 那你慣性可不可以是負的 也不是不行阿 可是好像通常 不會有人這麼射阿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不能說前進一步 要後退兩步阿 對不對 那這樣你永遠就到不了 那個全局直直 對不對 所以這個m阿 那你慣性動量可不可以超過1阿 也就是說我現在 往前一步 我下一步阿 就算我完全不給加速度 它也要越來越快 這也非常奇怪對不對 所以m這個數字 通常都介於0到1之間阿 0就代表有無限的摩擦力 就是摩擦力 是超大這樣子 1就代表 完全沒有摩擦力 那通常 我們會希望有一個小小的摩擦力啦 為什麼不要完全沒有摩擦力 你完全沒有摩擦力 那就是 你遇到一個平坦的地方 它就再也不會停阿 它就一直走一直走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給一個 適度的摩擦力 所以m這個數字喔 它跟正義越來越不一樣喔 m這個數字通常會給0.9 這樣多有意思嗎 m這個數字很少再改囉 是可以調坦數啦 但是很少再改 很少再改 我們很後面的課程 會學到 m有時候 m給0.9 有時候也是個大問題 很後面的課程 好不好 所以這個 新版的T度想像法的公式 是可以理解吧 可以完全理解嗎 蔡龍漢 完全理解 你覺得想出這個式子的人 沒有特別聰明對不對 你怎麼講話那麼保守阿 因為我沒有想出來 因為你沒有想出來 可是你看他的式子 你完全可以理解 或者聽他講概念的話 完全覺得可以嗎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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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好 大家行可以嗎 欸 洪建仁 洪建仁 可以嗎 還是不太行 應該可以 好好好 數學系我就不想問了 可以嗎 那我們現在如果可以接受 新的市長這樣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我們要怎麼改 我們剛剛這個 來 來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在這裡 我們還要加東西啦 對不對 還要加慣性動量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現在在這邊 再給一個 我們用貼的好了 好我們 差別在哪裡耶 首先我們先給一個 慣性動量的參數 這樣可以吧 0.9 好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 來 I等於1 I等於2 I等於2的時候 因為 上一部跟上上部 沒有上上部這個東西 這樣都 上上的地方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從第三代開始 我才會加上慣性動量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我們就 來把這裡貼過來 來 else else if I等於2 這是標準的T2下降法公司 這樣可以吧 I等於3以上咧 就 下一部等於 上一部 減掉 這加速度的部分嘛 對不對 來加上 慣性動量 乘以 上一部 減掉上上一部的值 好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有了慣性動量之後 我們來試一下 負二開始 同樣一個函數喔 這函數沒有改喔 就是還是剛剛那個函數 從負二開始 當然毫無疑問 它會停在 喔我們不要 我們給多帶一點好了 給300帶 負二開始 毫無疑問 它會停在-1.64 剛剛0.5 剛剛用0.5開始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 它是會停在0的對不對 我們來試一下 欸現在是不是也在-1.64 好 我們現在把關心動量改成0 關心動量改成0 下面這邊等於沒有用阿對不對 它是不是停在0了 這是10的-3的四方的意思 它是不是停在0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 欸關心動量真的是一個 很不錯的巧思阿對不對 欸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圖形阿 它有點像滾 滾小球就有點像這樣滾阿 你從0.5開始頂 滾的話 有關心動量的狀況下 它就會滾過去 然後最後在這裡 就是一個 就是有點像這個 會有一些來回 欸有 這是不是很像真實世界的感覺 這樣可以接受吧 欸 沒有關心動量的話 它的軌跡就會長這樣 你看一下 滾到這裡就停住了 很奇怪對吧 很詭異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左邊 所以關心動量是不是一個 欸 從數學上 欸 就是這個概念很好理解 那寫在數學式上面 好像也不是特別難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不錯 對吧 好 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不錯的話 我們來試著 再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情阿 我們現在來 這個 我們現在來求一個 Xy等於X平方的極值 這是不是本來 呃就是 這個 這個函數的極值是不是很好求 它極值就在0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好 它極值都在0 那我們現在改一下它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它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是2x 2x 這樣可以吧 2x 好那接著咧 一樣我們從 呃我們在很久以前 我們就知道這件事情了 如果你的 如果你的Learning Rate 如果你的Learning Rate 我們現在把 冠心動量等於0啦 冠心動量先等於0 就是標準的做法嘛 對不對 來如果這裡阿 30代就好了 呃 呃 如果這裡是1.02 還記憶著1.02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 它會自行的往上對吧 我們來看一下答案 欸 負1.5 這個不是我們要的答案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欸 如果你把 負1.02 改成 0. 0.5以下 好它就會到0了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負 欸不是0.5是一個很特別的數字阿 0.03好了 0.05好了 好它就很接近0對吧 好所以說這個 欸 這個 學習率如果是1.02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walk的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欸 可是如果你把 負1.02改成0.9 在同樣的數字喔 你把 負1.02改成0.9 我們再看一次喔 欸 它是不是 往正確的方向優化 為什麼咧 來 我們再看一次圖 它的邏輯這樣子 如果有 負1.02的話 它的軌跡變成這樣子 因為它前後 它這樣震盪的時候 負1.02 負1.02 會讓我抵消那個動量 對不對 所以你學習率適合太大的時候 因為有慣性的存在 所以當你 每一步 就是 奇數步跟偶數步 它的方向完全相反的時候 它的移動量就會減少 就會有一個抵消的效果 這樣感覺出來嗎 最後 欸你看 最後它就可以到 那個點 那如果 你沒有慣性動量呢 因為它不會抵消 所以它就一路往上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有慣性動量 是不是一個很不錯的東西 這個 同學你覺得慣性動量 是不是一個好東西 好東西 那你覺得它有沒有什麼缺點 你現在 你現在只知道是好東西 你現在還沒有辦法想到缺點 對 來個數學系的講一下它有沒有什麼缺點 我們從 我們的柿子啊 加了這一項之後 你覺得有什麼缺點 沒有想過 想不到 想不到有什麼缺點 這東西這麼完美啊 像以前的人都 這個 這個 是不是 好來我跟你們講一下啦 這東西啊 這東西 也不是說完全沒有缺點 好不好 來我們來思考一下這個 呃 就是 在某些 欸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它總體而言 優點一定是大於缺點的 就是這個 新的這個式子 一定是比舊的式子更好 為什麼 因為你的 新的式子 當這個參數設0的時候 就完全等於舊的式子嘛 對不對 所以說 因為新的式子包含了舊的式子 只是多了一個參數可以調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 經過 你總是能夠 把它設0做一次 然後設0.9做一次 選一個好的結果嘛 對不對 所以說新的式子啊 從 這個角度來講 它是擴展了舊的式子 所以它 應該在 邏輯上 它應該不算什麼缺點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們來想一下 問題是 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如果你射0 搞不好會比射0.9更好 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會發生這件事情呢 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你會發生這個事情呢 就是 你希望啊 你希望它不要 一直往同個方向前進的時候 你可以理解嗎 你如果今天 你覺得在什麼時候 摩擦力高一點比較好 如果這個關心動量射的越小 是不是摩擦力越高 這樣懂我意思嗎 欸我們現在想真實世界嘛 關心動量越小 代表摩擦力越高 對吧 什麼時候你希望摩擦力高一點 這世界上有摩擦力高一點 我們換個講法好了啦 你開車的時候 當然不希望摩擦力太高嘛 對不對 所以你用輪子 對吧 那你什麼時候希望摩擦力高一點 欸 覺得它一直往下的時候 對吧 你想踩煞車對吧 你不想要那麼快 這樣懂我意思嗎 欸 所以我跟你們講喔 它不是完全沒有缺點 它的缺點就是啊 如果你今天載一個 如果你的函數圖形 它長這個 第一個是它的函數圖形 如果長得有點像這個樣子 欸 欸 就是 如果是 如果是有一個這樣子很 很深的軌跡啊 然後後面有一些 欸 然後這個偏偏還是最低的 然後這個偏偏還是最低的 然後 它是全局機子 那你的球啊 在這裡是不可能殺住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它左邊太高了 它一定是會過去的 可是從右邊過來欸 它絕對 絕對到不了這裡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變成 你變成百分之百 不可能找到它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欸我們現在 大家跟著我思考 這樣的狀況嘛 它比較罕見 我們在 我們在這個就是 呃 這 一個學期的最後幾節課 會遇到一些很罕見的狀況下 就是類似會 你會接觸到類似這種感覺啦 這個函數的感覺 好我們在這邊不是說 它真的是個不好的東西啦 反正我剛剛已經講了 邏輯上它絕對是個好東西 對吧 總之我多了一個參數可以調嘛 我頂多就是要多做一組實驗而已嘛 對不對 然後去看兩個哪一個比較好嘛 但是 呃大家在想 這個東西有什麼缺點的時候 大家可以從我的角度去想一下 它在真實世界上 它的意義是什麼 這樣懂我意思嗎 它的意義是摩擦力 那這個摩擦力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你會喜歡它 想要有它 什麼樣的狀況下不想要有它 然後你可以根據這個 去design 在什麼樣的 數學的狀況下 你可以這個 就是你會覺得這東西是好東西 但有時候你會覺得它是壞東西 這樣子 但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如果你完全懂了以後啊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函數啊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邏輯思惟規啊 這個邏輯思惟規當然是我故意設計出來的 為什麼要設計這樣的邏輯思惟規呢 主要的原因是這個樣子啦 因為我希望啊 這個因為如果你要把它圖像化出來 我們上一節課 上一節課的那個函數是不是很難圖像化 為什麼因為它參數太多了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要一個兩個參數的 兩個參數那對一個 對一個最後一個loss 那這樣是不是三個軸 這樣我們人還勉強可以想像 那個圖形長什麼樣子 對吧 可以接受吧 但是 但是我又希望它凹凸起伏 所以我就給了一個這樣的函數好不好 那給了一個這樣的函數啊 如果你的sample 你的sample是透過這個方式去產生的 就是這個式子去產生的 就模擬sample是透過這個方式去產生的 那你的分界線最好的就是找出這個點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這個式子它的微分方程 我們就不帶大家解了好不好 反正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就是 我如果想要優化這個式子 如果我想要優化這個式子 我對beta1跟beta2 它的導盤數就長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可以喔 好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 如果你對這個 T度下降法 這整套邏輯夠熟的話 其實你的預測方式 真的是可以寫成任意形式欸 對不對 只是你要先知道 X跟Y到底有什麼關係啦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好 那我們現在 導盤數已經求出來了 我們來層次滿在這裡 這裡有 首先你要先產生Sample Sample這樣產生 Sample這樣產生的話 你是不是就知道了 欸 Beta1 它應該是 0.7 Beta2呢 應該也是0.7 所以你優化的時候 應該要找到0.7 0.7這個點對不對 那 那個 你是不是可以用T度下降法 比如說從00開始找 然後看它最後 會不會到達這個 會不會到達這個 0.7 0.7這個點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 我們那個 你要試什麼咧 欸 傳統的T度下降法 試一下 就是沒有那個關性動量了 跟有關性動量的T度下降法 然後把關性動量設個0.9 然後你來看看 是不是答案會不一樣 好不好 我們來試一下 好我們先給他看一下答案 實際上大部分的人 在拼出P以前 這些答案都是對的 好不好 就是 首先我們就是 這些這邊有些函數嘛 對不對 有Predition Function Lost Function Differential Function Beta1跟Beta2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一路這樣往下算下來之後啊 到了這裡 你需要求的是什麼 有些人覺得P也需要求 P不需要求啊 我只有兩個參數要求嘛 對不對 我Predition Function裡面 只有Beta1跟Beta2 這兩個參數要求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說 我需要做T度下降法 只有Beta1跟Beta2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我Beta1跟Beta2要怎麼求咧 很顯然的 在I等於1的時候 它就是打Value 可以接受嗎 I等於2的時候呢 I等於2的時候 它等於上一代 減掉Rain rate乘上 Beta1的Differential Function Beta1Differential Function裡面 有這麼多參數要輸入對不對 注意喔 要 沒有填的值是什麼 P B1跟B2 B1跟B2 容易嗎 對不對 就是上一代的B1跟上一代的B2 所以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B1等於Result B1 I-1 B2等於Result B2 I-1 這樣可以接受吧 P要怎麼算咧 P是當前的Output 這樣可以接受 P是當前的Output 當前Output 所以你必須要先用Predential Function 把當前Output算出來 當前Output在哪咧 當前Output等於Predential Function Beta1等於上一代Beta1 Beta2等於上一代Beta2 這樣就會得到P 你的P 你的P 應該會長成一千個數字 為什麼 因為這裡你總共一千個樣本 所以你會有一千個P值喔 你要把一千個P值都填進來 你才可以得到Beta1跟Beta2 這樣可以嗎 好 我已經 你們已經看到答案了喔 好不好 但是我還是希望你們做出來 好不好 再給你們三分鐘的時間把它做出來 好 這一題喔 大家會覺得非常困擾喔 就是你得到的最終解答 好像不是百分之百正確 對不對 好 不是百分之百正確的原因這個樣子啦 我們 欸剛剛 我們現在啊 練習業答案有一大串程式碼 我們直接複製貼上 這一大串程式碼是要拿來做什麼的咧 來 好這一大串程式碼是我們希望要來試一下不同的參數 然後來看看最後的結果 好這個是 X1X2 那現在的我們的X1X2是用 0.7 0.7的參數做出來的嘛對不對 所以最後我們期望得到是0.7 0.7這樣一個參數組合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的Lane Rate如果是0.1 然後冠心動量是0 然後StarValue都是0的話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結果 再做一次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優化失敗了對不對 優化失敗了為什麼 你看一下這個函數圖形就知道啦 當冠心動量有0的時候他根本不可能滾過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當冠心動量有0.9的時候 他滾過來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欸我給大家這個東西主要就是要給大家看這個 給大家看這個軌跡啊 這樣知道吧 好那所以說這個這一體版就比較難優化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欸如果啊 如果你的數據 假如說這邊2這邊3 然後我們來做一次 一樣冠心動量0.9 你反正沒有辦法優化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辦法優化 因為這個又更複雜了 RO22的地方更多了對吧 所以他其實是 他其實還是動不了 這樣都懂我意思吧 所以冠心動量啊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練習衣的隱身問題 這個練習衣的隱身問題 在講什麼咧 他講的是說 欸 冠心動量可以協助我們衝破局部機制 對吧 可是如果連續的局部機制 比如說你看這個圖 你從右邊過來 你覺得他有可能衝過嗎 不可能吧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如果那個 什麼那個 那個車子那個東西要幹嘛 那個凸起來那東西叫什麼東西啊 欸那地上凸起來那東西叫什麼 欸對啊 好了我也不知道那叫什麼好不好 你想想看如果你有連續的那個東西 你怎麼可能一套慣性 直接衝過去對不對 這樣大概懂我意思嗎 路面凹凸不平啊 他非常難動啊 這樣大概懂我意思齁 好那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我們還要必須有更多手段來解決局部機制問題 這樣知道嗎 好啦 欸我們上課上到這裡 到目前為止齁 大家應該也會感覺啦 就是局部機制問題 看起來確實是非常困難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 呃 梯路線樣法本身沒有問題 慣性動量本身也沒有問題 但是 這個 欸這個 就是 函數圖形如果複雜到一定程度 我們鐵定就是很難做到完美嘛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來想個辦法 這麼複雜的函數圖形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找到 局部 找到全局機制咧 好我們現在來想到一個方法 想到這個方法是 我們剛剛 在所有我們在做 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的 X跟Y 就是我們 X要預測的時候 用X預測的時候嘛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都用全部的樣本 好這個可以接受 我們都用全部的樣本 可是 全部的樣本 還有一個函數圖形 這個函數圖形 好好圖圖的對不對 這個地表已經決定 去掌聲負責性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無論我怎麼 從 不管我哪個其實點這樣下去啊 或什麼之類的 他總是 沒有辦法很好的找到 全局機制嘛 對不對 那如果 你有沒有想到一件事 如果我可以給這個X跟Y 如果我每次 更新權重的時候 我用個小Sample 懂我意思嗎 我用個小Sample 就要說 我每次只用20個樣本 那我每次只用20個樣本 每次的20個樣本 它的LOS的那個 地圖 是不是都長得不太一樣 可以想像得出來吧 應該都長得不太一樣 對不對 那 既然都長得不太一樣 它是不是就有波動性 它有波動性的話 你是不是比較不容易被困住 因為在這個地方 它有時候是最小級 有時候又因為波動 就滾掉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只有 全局機制 才會你怎麼滾都在那裡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它適合所有的樣本嘛 大家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今天如果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地方 它適合所有的樣本 那這樣子的話 無論我怎麼波動 怎麼抽 它應該都在那裡 對吧 可以接受嗎 你到了那裡 無論你怎麼抽 它分類都還是分得很完美 但如果它不是適合所有的樣本的地方 那它應該就會被 幾次的波動 不見得每次波動都會有虛弄它 但是它有時候波動它就下去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 在這樣的邏輯之下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啊 這個 我每次 抽樣 你看一下 如果我每次抽五個Sample的時候 它的波動是不是非常的大 我每次抽 一千個Sample 我全部用一千個Sample 它就完全沒有波動了 我Sample越多 它波動是不是越小 合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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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 為什麼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你在算這個 平均數的時候 你要算出它的 95%Computers Interval 對不對 抽越多 那個Standard Arrow是不是越小 可以接受吧 Standard Arrow是什麼 平均數 樣本平均數分佈的標準差 這樣可以接受吧 欸 你現在在算的其實就是一個母體參數 母體平均數的標準差 它那個波動就會越小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現在問大家一件事情 好 那我現在已經知道了 看起來 給它一點波動是好事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好 我們現在要求所有人都要舉手啊 好不好 這個 這一排除外 好 所有人都要舉手啊 好 好大家現在想一下喔 我要解決局部極致問題 對吧 然後我說我要給它波動性 那我每一次抽的Sample 越多比較好 還越少比較好 來 認為越少比較好的舉手 好 好 越多比較好的舉手 欸 這個 你們以後會覺得有點孤單 好我們先問數學系好了 為什麼越少比較好 為什麼越早越好 你為什麼會覺得越早越好 你為什麼會覺得越早越好 可以看到很多局部極致 可以看到很多局部極致 哦 你說他如果 你如果抽越多他就越不波動 他卡住就卡住了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對不對 好 他的邏輯在 欸你猜看看他你覺得 他有 我說服你嗎 有 那你為什麼說多的比較好 我還在思考 董建人你覺得他可以說服你嗎 可是他 那他 他 他如果不會動的話 你會知道 極致的 極致的 欸我知道 但是我過不了 蛤 我知道 我知道我現在在局部極致阿 但沒有任何手段我可以過去阿 因為我聽不規定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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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這麼講阿 好啦 我知道 因為你誤會了什麼了 因為我其實並不關心局部極致在哪裡阿 我只關心我現在 可不可以繼續動而已 我動到的地方 我現在頂下的地方是不是 極致的 好 那 那這樣 會越多次了 就知道 你 不知道阿 你用看的當然全部 你可以看到局部極致那麼多個阿 對不對 那你在爬山的時候你想 你現在思考一下你在爬山的時候阿 對不對 把眼睛蓋起來喔 你到那個 你到那個 阿里山山頂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台灣才有更高的地方 不會 那為什麼你可以看到台灣才有更高的地方 你看到台灣好多局部極致阿 對不對 你用衛星阿 你在 函數在優化的時候 你沒有衛星視角阿 對不對 我剛是 剛我這些圖 的確是把衛星視角畫出來 對不對 整個屏面上面哪些地方有 我都畫出來了 對不對 問題是 實際上你沒有辦法 你只能撥黑漢索阿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 好 其實是樣本越小越好 樣本越小波動越大 對吧 波動越大 越不容易給人家局部機局 對吧 可以接受嗎 看看你有沒有覺得 原卡住手 跟孔孔老師好像是相交的 會嗎 對 還好 還好 那以後 以後那個 人家問你要幾個Sample的時候 就說少一點好 對 對 對不起 欸 我跟你講 你們現在不要說 因為老師講話 你就要說對喔 好不好 我剛剛這樣的邏輯有什麼謬誤 樣本越小越好 所以我 也要我要做 欸可是大家不是都說那個 人靈要用很多數據嗎 你不覺得邏輯出現衝突了嗎 你意思是說總共的數量要多 但抽進去的要少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對阿 張阿琪同意他的說法嗎 還是你覺得總共的數量也要少 好我們現在剛剛那個 蔡翰漢講的一個觀點 我覺得非常有趣啦 好不好 就是說 他認為阿波動性大好 但是總樣本也要大 總樣本要大 總樣本要大 但是每一次的這個優化的時候 這個 波動性也要大 所以就是總樣本要很大 但是每一次抽上的Sample要很少 蔡翰漢的意思是這樣吧 我沒有誤會 好 欸張阿琪你同意他的說法嗎 總樣本越大就越好 可是你剛剛 大家不是都舉手說 樣本越小越好嗎 真的抽的 喔真的抽的 所以總樣本還是越大越好 這樣嗎 所以都沒有人反對他的講法 要抽多吃一點 阿 大一點也多吃一點這樣 所以總樣本大一點抽多吃一點這樣嗎 當然每次抽的不能太多 每次不能抽太多阿 剛剛大家都同意了嗎 還是你還是沒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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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樣本大一點然後抽多吃一點這樣嗎 喔總樣本大一點然後抽多吃點這樣嗎 好好好 好有沒有人反對這個講法的 有沒有人覺得總樣本應該小一點好 阿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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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抽上來越少越好 那是在現在大家都是1000個Sample的狀況下 越少越好 如果今天你只有20個Sample 你如果你要抽20個Sample上來 他會有什麼波動性阿 他也沒有任何波動性阿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總樣本大是有總樣本大的重要性的 這個複雜度要夠阿 這樣懂我意思嗎 欸 你不能說 這個總樣本大你可以把它想成這個地圖要夠大 這樣懂我意思 你地圖夠大 你找到的高點就會是高的嘛 對不對 或是找到的低點就會是低的嘛 對不對 可是 波動 你在走的時候要有波動 這樣大概懂我意思吧 好 我剛剛的比喻是完全就是真的跟數學上的比喻 看法是完全一樣的喔 好不好 地圖要夠大夠複雜 我在這樣的探索範圍才夠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但是你每次探索的時候 你要給他足夠的波動性阿 所以樣本要小 所以跟統計老師講說樣本越大越好 這沒有任何抵觸阿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統計 統計 你在教統計要說樣本越大越好的時候 他其實並不關心怎麼優化的嘛 對不對 優化這件事情 SPS點點就出來了嘛 對不對 沒有人關心這件事情 所以說阿 這個 這兩件事情沒有抵觸 好不好 這樣可以喔 所以 你以後不要 學了一點點東西 就到處跟他講說 樣本越小越好 好不好 不要這樣子喔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給了波動以後有什麼好處阿 欸 大家看一下 給了波動以後 欸 結果我沒有給波動之後的函數喔 哎呀真是的 來 我來帶大家改一下好不好 欸我真的都沒有給波動 我真的都沒有給阿 搞什麼鬼阿 欸原來我是要 喔好我改一下剛剛的函數好了 來 這個 剛剛的函數 來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再做一次剛剛的函數喔 好再按一次sauce 好現在是不是沒有辦法優化 現在我用剛剛的函數是沒辦法優化的 對吧 好那我現在做一件事情 大家看我做什麼喔 這是 這是我剛剛那個函數嘛對不對 好我每一次在做的時候 看了我每次在做的時候 做什麼喔 我每一次都先把 好每一次都把 欸 sub x 1 等於 欸不 我們現在 idx 我每次都只抽 就是從1到1000 裡面抽 30個數字 好我每一次只抽30個 30個樣本出來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看一下 看一下我每次抽的30個樣本喔 好這樣是不是我每次抽的都不一樣多 這個函數就是抽樣 這樣可以接受嗎 喔 我把currentp放上來好了 然後 喔這邊要-1 好 if i 代等於2我就做這件事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大家看著喔 然後我啊 我本來是用 所有的x1跟所有的x2嗎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我把它改成 我抽到的x1 跟我抽到的x2 我改的東西不多吧 可以看得出來嗎 我抽到x1跟我抽到x2喔 好一樣 我這裡也是一樣 我抽到x1 我抽到x1 我抽到x2 我抽到x2 還有我抽到的y嗎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抽到的y 那這個p需要改 這個p不需要改喔 因為它是我抽到的 x1跟x2 算出來的p喔 所以這個p不需要改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 我們現在 等於說我每一次只抽30個樣本嘛 對不對 我來看 再優化一次喔 我函數只改這樣子 我再優化一次看看 我有沒有辦法優化成功喔 欸 太不給面子了吧 他找不到 currentp 喔這裡 這裡我把它放過來 好再按一次 然後再做一次喔 大家看著喔 欸你看到了嗎 他居然優化到了 對不對 你大家看到 他優化到了喔 2跟3喔 我這邊是不是2跟3 可以接受嗎 欸他是不是找到了 這麼複雜的軌跡 他還是移動過去囉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 欸 這個有這個 有波動真的是好事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 而且我跟你講喔 這個就是這麼神奇 我把30改成 500 是不是幾乎沒有波動性 我就改這個參數而已 30改500幾乎沒有波動性了嘛 我再做一次 欸你看優化不了對吧 然後我把500再改回 好改回50 50 再做一次 好 又優化成功了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欸你看因為有波動 所以他的軌跡跳來跳去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因為有波動所以他的軌跡跳來跳去的 所以啊如果你從這個 你用這個圖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他的軌跡大概是這樣走的 看得出來嗎 我每一次在做的時候 我 他這樣子一直滾一直滾一直滾 然後 最後他就滾到了這個全局機制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一樣喔 欸他的 他是不是一直在滾 最後就滾到了這個全局機制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有沒有覺得 這個邏輯大概有合理吧 好跟大家講喔 來所以 bench size越小越好對不對 bench size越小越好 好我們現在把這個每一個 每一個就是 我們現在把這個 梯度下降法 因為他有了隨機性對不對 我們把它換個名字 叫小批量梯度下降法 這個小批量 批量這個字叫batch啦好不好 好 mini batch stomatic 欸 這個 這個gradient descent descent 好這樣的一個 這個方法 這樣的一個方法跟全樣本的 比起來啊 他的結果一定是不一樣的啦好不好 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現在的paper 來這個 這個人啊 這個人名以後你們會記住了好不好 欸我們今天 我們那個 那個大家知道我們上課 前兩節課有出現一些人頭嘛 對不對 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啦 就是 我只要會放他的照片 那鐵定是重要的 對不對 不然我幹嘛貼他的照片給你們看 對不對 好我跟你講 那我現在他自己有照片了嘛 對不對 呃 大家可以這個 那個大家那個到 某一刻的時候就會看到這個人頭了好不好 好這個人頭他講什麼勒 他講說啊這個 training with large mini benches is bad for your health 好啦他上面是在開玩笑啦好不好 重要的是說 欸這一個他希望啊 如果你不要 讓你的test arrow去增加的話 欸你最好不要用 超過32個bench size bench size不要超過32 你每次抽上來sample不要超過32個 這樣可以接受嗎 欸這件事很重要喔 好不好 你不要那個 不要那個 動不動就抽500sample 欸聽到了沒有 不要那個每一次 不要每次都用全樣本啊 不但算的慢 還不好 這樣懂了意思嗎 好 下面這張圖啊 下面這張圖有點難懂喔 我帶大家 欸 下面這張圖 我們等到大概 呃 第七課結束的時候 我們再來教大家怎麼看這張圖 總之啊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啊 就是 這個 就是不同的bench size 他做不同的sample size 這個實驗啊 用不同的bench size 然後不同的學習率 然後如果是 時星最 就是最粗 然後最黑的 代表他最好 你會發現 在 不同的設定之下 這個 他們最好的地方 大概都在32 以下 對吧 這樣可以介紹 所以說用超過32 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說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 欸這個 這個解決方法 真的是很簡單欸 欸你們有沒有覺得我們 為了要解決局部機指啊 我們到目前為止 提出的兩個方法 是不是都非常簡單 蔡翰你有沒有覺得蠻簡單的 還可以齁 這兩個方法都沒有什麼數學嘛 對不對 都是用想像的 欸這個結果問題就解決了 對吧 可以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練習題是什麼啊 我們的練習題是啊 這個欸我們現在啊 欸我們發現第二節課的時候 我們發現這個 隱藏成的神經元 有時候太多的時候會有問題 什麼意思就是那個 我們上節課的這個 這個語法在這裡 我們上節課的語法在這裡 然後上節課的語法 我們在用的時候 是不是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個 Number of Heiden Number of Heiden 是不是不能太多 對不對 他有沒有印象 這代表是中間的神經元 不能太多嘛 對不對 太多的話 是不是會這個 是不是會對那個 Testing Error 會有就是 就是 就是 Test Set的那個 呃就是 Accuracy會有危害 對吧 可以接錯吧 欸 大家可以試試看喔 這個問題叫過渡擬核 對不對 上個禮拜我講這叫過渡擬核 對不對 他切割出了一條 莫名其妙的邊界 這樣可以齁 好 我跟大家講喔 欸 小批量 他既然給 他不但給了一些隨機性 他也有助於解決 他除了能夠解決這個 就是 局部集資問題以外 他好像還可以拿來解決 過渡擬核喔 好不好 好你要是你的實驗非常簡單啊 現在這一個 這個語法 他顯然是全樣本的嘛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改成小批量的咧 這裡加個參數嘛對不對 Bench Size 然後呢 在做的時候 先抽樣本 先抽 先抽 30個樣本 然後 下面所有地方都改成有抽樣本 然後你看看結果 好不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我們給大家一些時間 稍微改一下這一題啊 好啦我那個 反正大家發現套件不支援嘛 對不對 就叫你們用Server嘛 對不對 Server 這些套件我跟你們講啊 上課用到套件 Server完全不用重新安裝啊 那個Server裡面什麼東西就灌好了 Server大概已經 預先灌好兩三百個套件了 那個詳細數字 有點 有點記不太起來了 好不好 那個環境是很強壯的 好那這個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 這一題我們要怎麼做 好不好 這一題的答案啊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你把Bench Size改出來 那這個Bench Size 你要加在哪裡呢 來加在這裡 加在這裡 先抽樣 抽完樣之後呢 所有跟X matrix 還有Y 有關的 通通給他加上 鎖印值 剩下都不用改喔 一個字都不用改喔 好不好 只要改這裡 這裡 這裡 跟這裡 就這樣而已 這樣很簡單了吧 對不對 回去再看一下他們兩個差異啊 可以吧 你會說這邊那麼長 你沒有辦法理解 我們上一節課 搞了半天 就是為了讓理解這個部分了 好不好 如果你沒有辦法理解這一大串語法的話 那這個 你如果說 就是細節 你寫不出來 寫不出來沒有關係啦 好不好 但你要了解我原理啊 我先forward 算出預測值 然後再backward回去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那個 細節 寫不出來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知道他的原理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 修改的程式碼 把它用複製貼上一下 好 複製貼上完了以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全部樣本 欸 找不到物件啊 我忘記複製這裡啊 好我們先來做一下 這個是 批量大小為全部的狀況 全部就是 BENISIZE 100 對不對 BENISIZE 100 NUMBER還等30喔 欸你有沒有發現 他是不是割出了這種 奇形怪狀的這個形狀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30就已經割出奇形怪狀的形狀了 BENISIZE 100 那因為他割出了奇形怪狀的形狀 所以他的 TEST ACCURACY比較低 這非常合理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什麼都不蓋 我們直接把BENISIZE 100 改成20 欸 是不是好非常多 為什麼好非常多 因為有了波動性 所以那種奇形怪狀的形狀 它就不容易維持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它變成只能夠用比較 概括性的這樣子的邊界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這個 小批量 欸真的是一個非常神奇的事情 我們MINI BENCH非常神奇阿 好不好 這個 我們第一次體會到阿 這個我們以前學統計的時候都覺得那個便意不是什麼好東西 對吧 便意不是什麼好東西 欸現在我們突然覺得便意是個好東西阿 對不對 在適當的時候它就是好東西阿 好那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我們剛剛 我們學了半天之後 我們發現了什麼事情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欸有很低 就是 我們 到目前為止齁 我們已經把這個局部集職問題解決得差不多了 對不對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我們沒有解決阿 這個 我們之前不是說學習率這個參數很重要嗎 學習率這個參數非常重要對不對 那學習率這個參數阿 他如果 太大步的話 他如果太大步的話 是不是 我就 我甚至有可能 本來想要往下走變成往上走 對吧 可以接受吧 那如果太小步呢 動很慢 對不對 而且小還有一個缺點喔 欸 如果真的很小步 你每次都只走一公分 一點點一點點 你絕對不可能越過全局集職了對不對 局部集職了對不對 給你關心動量都沒有用 你都越不過去 這樣同一個意思吧 因為你幾乎不會動 這樣 所以大跟小這件事情 我們 在這節課以前 我們似乎都覺得 那個 學習率越小越好 只是時間問題 對不對 運算資源夠就不是問題 欸我們現在發現不是這回事阿 小 學習率小也是個問題 大也是個問題 小也是個問題 那怎麼辦 他怎麼辦 他怎麼辦 睡著戲的怎麼辦 他怎麼辦 他怎麼辦 曾晨晨你有沒有什麼ID 唉 他到底說我學習率我也有 對啊 學習率我到底要 我大也不好 小也不好 那怎麼辦 講這種夢想話 對不對 你乾脆以後那個 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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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這個最近那個本土疫情一直爆發 你就說 大家都做好 這個自我健康管理阿 防護措施都做好 講這屁話 對不對 唉我跟大家講一下 最簡單 你們以後遇到這種問題的時候 你以後遇到這種問題的時候 第一個要想的是什麼 就是用暴力解決事情 怎麼暴力解決 他媽你就大的也試一下 小的也試一下不就好了嗎 對吧 可以嗎 那你以後遇到參數 不知道要怎麼調 就是4絕對 Just do it 這樣可以吧 那羅衛生已經這麼厲害了 他每天都在調參數阿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以後 以後你會發現你做出一個model 可能調參數調了100次阿 最後你發現你的碩士論文喔 其實搞了半天其實是在調參數阿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 這個 所以阿 這個才是 標準解法是調參數阿 只是我們在思考我們有沒有更有效率的方式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跟大家講阿 不要那邊 那個 你只要 你說什麼 要用 要改變什麼 學習率阿 自動 改變學習率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如果有paper 那當然非常好 如果沒有的話 你當然就是只能夠自己try 對不對 不然問你慣性動量要怎麼改 就多試幾次嘛 對不對 總是會試到一個可以用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啦 大家就這樣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學習率人家是怎麼想的 要怎麼改的喔 好不好來 來這個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個idea好了 第一個idea是 我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們常常希望一件事情 就是在優化的初期 在優化初期這個 越大步越好 在優化初期越大步越好 然後在 最後快到終點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小步一點 對吧 大家懂我意思嗎 就是我們現在在 要找到全台灣最高的地方 我們希望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 十公里一步好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甚至二十公里一步 那這樣子是不是可以很大範圍的 至少找到南投的附近吧 對不對 不然這個 不然這個 你就不可能會停在旁邊 這樣 如果你十公里一步 你很容易就會跑到南投附近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現在你再把解析度調高一點 你變成可能 一公里一步 然後 一百公尺一步之類的 那你是不是慢慢的 你就會找到 這個 最高的地方 對吧 學習率 我們不要講學習率 我們講步伐 步伐 我們希望越小越好 對吧 就是 不是越小越好 就是隨著時間慢慢變小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可是你遇到了一個問題 我們要怎麼樣決定 什麼時候要多少 前三十步用0.1 接下來用0.05 接下來用0.01 接下來用0.005 也是這樣下去 幾步一次 我怎麼知道現在好了 但我不太知道 對不對 而且這樣有一個 這樣感覺起來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 就是 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非常的 好像不是很優雅 對不對 我們就用優雅這個詞來形容好了 而且 如果你真的這樣搞的話 你會發現你要調的參數更多了 對不對 因為連隔多久要降一下 你都要想 對不對 這樣實驗就做不完了 這樣可以齁 好所以真的是 跟你們講 四一百個模型 那真的只是 真的只是一個 很常見的事情 而且一百個還有點少 好那我們現在來想一下 這個 來看一下人家怎麼解決 他的想法非常的簡單 就是 我累積 如果我累 我走了越多 我走的距離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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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我要動的就越少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曾經走過的距離越多 之後我要動的就越少 他的邏輯是這樣子 那我怎麼去計算 我曾經走過的距離 如果我現在 往前一步 又往後一步 這樣算兩步 走過距離 距離是絕對值 對不對 不過絕對值 有個缺點 就是 在四值裡面 絕對值不好看 平方有類似的效果 對不對 我走一步 然後把平方的值 記錄下 我再走一步 我再把這個平方的值記錄下來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 累積的這個值 是不是代表我總共走的步數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這個值越大 我就希望學習率越小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值 放在分母 我把這個值放在分母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樣子 隨著我越走越多步 他的學習率是不是就越來越小了 而且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一開始 在一個很平緩的地方 因為他走的非常少 對不對 所以我還會保持學習率一直是很大的狀況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樣你起始值就不一定要在一個很陡的地方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我起始值在一個很平緩的地方 也沒有關係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如果你知道這件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這個 來看著喔 來 當下的gradient 就是當下邪律嘛 對不對 當下邪律 首先你要先把當下邪律 跟N N這個東西最開始是0 對不對 N就是從0開始 N加上當前邪律的平方 等於下一代的N 那這個N就只能越來越大了 對不對 因為平方還是正數對吧 那N呢 你翻 N學習率是 LR除以N 因為這個N會越來越大 所以說 整體的learning rate會越來越小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可以齁 欸看得懂這個式子嗎 猜猜看可以嗎 完全理解這個式子 你們看這個式子的時候 會覺得不知道那個參數是什麼之類的嗎 好跟大家解釋一下喔 這邊有一個這個參數 這個參數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數字 通常我們會設個什麼 10的負八四方之類的 總之就是避免除了0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所以 你們看數學 你們現在有沒有覺得看數學的式子 好像也就這麼難的感覺 那種感覺嗎 有 比第一堂考 蛤?比第一堂考 不過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上課上了三節課 這些數學師 其實 一開始看的時候覺得很恐怖 現在都覺得很輕鬆 數學系的有這種感覺嗎 數學系也一直都覺得很輕鬆 多會系的有感覺嗎 多會系的 多會系 只有你是多會系的 可以齁 有沒有越來越不害怕數學了 現在點頭非常好啊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啊 好 那現在 那我們現在只覺得 這個邏輯不錯吧 對不對 那這個邏輯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邏輯啊 要改怎麼改勒 非常簡單 來 當下gradient 看著這一串喔 看著這一串 然後 Difnos等於2x嘛 對不對 然後來看喔 這個EPS 看著它就多一個參數叫EPS 這個EPS就是N 加上EPS 然後把它開更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N呢 最開始的時候是0 N最開始的時候是0嘛 對不對 然後之後 每一代的N 都是剛剛的N 加上T度的平方 這樣它就越來越大對不對 好你看喔我現在30代 我現在回頭看一下N 現在N是3.62對不對 如果我把這個30感3000 這個N3.63大了一點點對不對 阿為什麼幾乎不動 因為他在最後幾乎不動了嘛 對不對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是如果只有10代 只有5代好了 所以這個N 最後他幾乎動不了 為什麼因為他幾乎不在動了 他的斜率變得非常非常小 快到這個全局極值的時候 他的斜率會變得非常非常小 所以他也不動了 不過因為斜率也不動了 所以說他整體來講都不會動了 所以這個方法設計的還不錯 還可以吧 大家有覺得這個 數學系的人寫東西也還不錯嘛 反正有想法的把它實現這樣 這樣有什麼問題 我們再想一下這樣有什麼問題 這樣唯一的問題阿就是 如果今天阿這個我 我一直往前動 我一直我一直動 動到最後我這個N很有可能會很大很大 假設我還一直找不到那個全局極值 如果我找到了 那當然我就停下來嘛對不對 當然就再也不會動了對不對 可是如果阿 因為大家想一下我們 我們那個現代病多化的這個函數 他沒有抽樣子對不對 他就是直接找一個函數的極值對吧 我們之前那個 在做那個小P量低度下降法的時候 小P量低度下降法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希望他一直波動 然後我們那個累積的代數大一點 然後希望他不要波動 波動有什麼好處 那不容易停在同個點對不對 快速是不是要一直移動 那既然一直移動 這個N是不是就會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累積到最後 這個學習率就變得超小 動也動不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方法是不是 這個方法本身 最大的缺點就在於 這個N就再也不會變小 這個是個優點 它永遠都會 它永遠都會一直增加 所以學習率會越來越小對吧 可是 好不好去控制 它什麼時候會變 它什麼時候會 小到不動 不好控制對不對 那邊不好控制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還是不要 我們還是不太希望 這個它一直動不了 就是它 它一直無限累積下去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方程式是2011年發表的喔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啊 我是直接Site一篇文獻 沒有人臉對不對 這樣好像有點殘酷啊 是不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代的人他怎麼做 欸 他覺得 這個 這個概念很好 可是啊 永遠不變 小 這個太有問題 所以他給了一個 這個N一個衰減項 這個N一個衰減項 這個β2啊 這個β2這個東西啊 你可以 他通常是一個 0.999之類的 0.99 什麼意思咧 就是我當下累積的這個 T2平方核 這個N這個數字啊 我每過一代 我就要去掉它1% 它是不是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可是當然它變小的同時 有另外一個 會額外再給它一個 額外給它加一點東西 就加上當前的T2平方核 好這樣有什麼好處咧 就是如果我這樣一直動一直動 我現在累積的數字很大 結果不小心到了一個平坦的地方 那因為我的學習率已經變得很小了 所以我幾乎動不了對不對 欸可是因為幾乎動不了 邪率也很低 因為我在平坦的地方嘛對不對 所以那個 當前的那個N會不斷的會降低對吧 當前N不斷降低 就是學習率會不斷提高 學習率不斷提高 就代表 欸我很快的 我一開始學習率很大 很快的到了一個平坦的地方之後 現在學習率很小 幾乎動不了 可是因為我在平坦的地方久了以後 我學習率又變大了 我又動不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欸這是不是效果不錯 而且好在哪 好在什麼地方 好在一個地方喔 還好在一個地方 如果你今天已經到了全局基值 他協力就是0嘛 協力就是0 學協力變大也不會怎麼樣嗎 對吧 你懂我意思嗎 你真的到基值的時候 他一樣動不了 他的優點只有在 如果你在一個 緩下坡的地方的時候 他又可以加快一點 是不是 這樣你也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齁 可以了解他的意思嗎 這一個加上Beta2這一項 會不會很難理解 欸到目前 這個Beta2就是一個參數啦 好不好 故意記得可以嗎 這個式子看起來 會不會很吃力 會 看出來了 上個就很吃力了嗎 還是這個特別吃力 下課再幫他一下 下課再幫他一下 上漢你覺得這個式子這樣過來算簡單嗎 下課再幫他一下 上漢你覺得這個式子這樣過來算簡單嗎 欸我們剛剛 他現在有個平方向很不錯對不對 他有個平方向很不錯 可是我們第一小節 不是有交慣性動量嗎 這慣性動量 這式子裡面沒有慣性動量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這式子裡面沒有慣性動量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慣性動量加進去啊 這樣不是不錯嗎 如果把慣性動量加進去的話 這樣這個式子是不是 理論上會變得更完美 反正那個慣性動量 我最多最多我就是把那個動量調0嘛 我調0就等於本來那個式子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把這個式子再加上慣性動量 怎麼加呢 來看著喔 m等於當前的m 當前的m就是我剛剛移動的距離 這樣懂我意思嗎 m就是我剛剛移動的距離喔 初始值還是0 因為最開始的時候是不會 最開始的時候是不動的對不對 對不對 加上 當前的踢度 欸所以這個 beta1 beta1就是慣性的那個比例嘛 對不對 我用慣性移動的比例 對嗎 可以接受嗎 beta2就是 1-beta1 就是這個 我用 這個 當前斜率走的路 走的比例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所以你注意到什麼意思 什麼勒 那這個 現在啊最開始的時候 m等於0 n等於0對吧 然後我往前走1 欸往前走2好了 往前走2 那我的m是不是就變2了 對吧 因為當前的 當前是0嘛對不對 0加2 等於2對吧 那我的n變多少變4 對吧可以接受嗎 n變4嘛 那我的 我要往哪裡走勒 欸我就是現在我在的位置 減掉lr 除以更號4 再乘上2 這樣動的意思齁 可以嗎 可以接受齁 好 那如果 欸我現在再走下一步的時候 現在剛剛我動了多少 我剛剛動了2對不對 剛剛我動了2 然後那個 欸 剛剛我動了2 那這個 我現在的斜率是3 那我是不是要再往前3 這樣動的意思嗎 那我就是2加3 那我現在要動4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的累積 平方核呢 2的平方加3的平方 等於 13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13那我就一樣 L 當前的位置減掉lr 除以這個 呃 更號13 再乘於5 好這樣動的意思嗎 依此類推移下去 好 但是啊 這樣有什麼問題咧 我們現在 雖然有了β1跟β2 這兩個調節項 這兩個數字通常都借0到1之間嘛 對不對 這兩個數字 有什麼問題 就是 在最開始的時候 因為 n等於0 m也等於0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n在最開始的時候是0嘛 m在最開始的時候也是0嘛 所以 最開始的時候 因為這個β1 跟β2 β1 我們剛剛不是說要射0.9嗎 冠性動量嘛 冠性量 看多一點要射0.9 那這樣子 就是 β2 最開始的時候 也是0.999 這樣最開始的時候 這兩個 m跟n 它是不是會很小很小 因為你是一個 1-0.9乘上gradient x 和 1-0.999乘上gradient x的平方 所以這是很小很小的數字 你也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樣子的話 在最開始的時候會有問題 我反而在最開始的時候走得非常慢 對吧 因為我的m跟n還沒累積夠 所以說 來我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把當前的m 再改成m 這個m 這個m 當前的m 除以 1-beta1的平方 這個beta1在最開始的時候 是 0.9對吧 所以 1-0.9 0.9 0.9 的t次方 的t次方 這就是除以0.1 除以0.1 是放大對吧 那 隨著 t越來越大 代數越來越高 這個 1-beta1的t次方 這個beta1的t次方 因為beta1的t次方 20次方大家知道是多少嗎 有沒有大的感覺 0.9的20次方 有可能1萬分之1 我們來試試看 0.9的20次方 0.9的20次方 1% 10分之1左右 所以 這個 它其實數字會小非常快 這樣懂我意思嗎 t非常大的時候 下面的分母就等於沒有了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不是又很smooth的去調節 也就是說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知道我累積的m跟n很小 可是我給它除一個 除一個很小的數字 這樣我會放大很多 對吧 那 如果 在代數很大的時候 我就幾乎是除以1了 除以1就等於沒除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這整套 這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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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個一個聽啊 有沒有看得懂嗎 所有參數你都瞭解嗎 所有參數你都瞭解嗎 可以 這樣你可以嗎 這樣你可以嗎 沒有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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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講中保守 看著看現在就是不敢回答 蛤 不敢回答 不敢回答 講什麼都不是 哎呀 通常講什麼都不是的時候 通常就是會啦 這樣 只是說不好意思傷害同學 好啦 那這個 這個 所以這個式子 這個式到這裡 可以啊 術的戲的我不太想問啊 術的戲不要覺得難過啊 好不好 術的戲你一定看得懂的對不對 非常輕鬆 他笑得非常愉快 大家看 看他臉了嗎 然後想到那個 我前幾天在看那個 看那個 就是千千在吃飯啊 那個 怎麼了 come on 你們有看喔 我在看千千在吃飯啊 他就拿了 什麼八個泡芙啊 吃到 每一個都有講話 吃到最後一個 就 一句話都不講 我就感覺好像知道一些事情 這樣子 好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最後這個擴展完的結果 他其實有個名字啊 他的名字叫做 這個 Aden 這是Aden 這個 Aden 這是一個 2014年 發表出來的 優化算法 我雖然沒有 把人點弄出來 沒有人點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作者有名的 paper就一兩篇而已 所以這樣 這個人點不需要秀出來 但這篇paper很重要 這樣知道嗎 這篇paper有多重要 欸 你看我當初在截圖的時候 他被引用了八千次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他被引用幾次好了 我是蠻好奇的 哦哦六萬 哦天啊 六萬欸 欸 各位同學啊 六萬什麼數字你知道嗎 欸那個 陳健 那是你啊 那個 那是什麼 我來想一下 那個你 你報paper的時候都知道 以上次報paper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多少 四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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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什麼意思 你搞不太清楚 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來幫你翻譯一下 就是 發表在這個期刊上的文章 一年平均被引用四點多次 一年平均被引用四點多次 啊這個 那個 老師是不是常說 這個 欸你們不要隨便報什麼 EZN的啊 Drama paper National paper 啊他的 impact factor 大概也不會到一百 對不對 沒有一百這種數字 一百很誇張啊好不好 這樣多意思嗎 所以一年平均 不可能被引用超過一百次 這樣可以吧 欸 2014年發表了喔 啊 今年是 2021嗎 2021我們算2020好不好 因為這 2021這個 才剛開始嘛 對不對 六年 六年六萬 平均一萬 對吧 所以大家知道 這篇的重要性了吧 對不對 我換個講法 就是這篇paper如果發表在National上面啊 National paper 99篇 這個 完全沒有人引用 他的impact factor還是可以一百 更換 National的impact factor好像只有40 所以他可以一個人可以carry250篇啊 大概概念就是這個樣子啊 好啦 我想講的是說 這篇paper非常的重要啊 對不對 不要跟我講說什麼 National paper比較重要 欸這個 這個應該更重要一點吧 對不對 好我跟你講啊 你們之後會看到更多更誇張的數字啊 這只是其中一個還沒有那麼誇張的數字啊 那你們可能已經覺得很誇張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在R元裡面 我們怎麼實現ADAN這個技術啊 好非常簡單啊 來 這個star value 欸這個全部都一樣嘛 然後beta1跟beta2設好之後 來 最開始的時候m等於0n等於0 然後呢 欸 gradient算出來以後 m等於beta1乘於m 加上1-beta1乘於gradient的x 這個可以接受嗎 啊 n等於beta2乘於n 加上1-beta2乘於gradient的x的平方 然後呢 再算mhart mhart呢什麼呢 n除以1-beta1的i次方 i是第幾代嘛 這樣可以之後 然後 nhart等於n除以1-beta2的i次方 好那接著咧 result 下一代的x等於上代的x 減掉lain rate 除以 sqrt nhart加eps eps是一個很小的數字 避免它除0 可以接受嗎 再乘以mhart 整個試子就完成了 很簡單對吧 好你現在當然用ADAN來優化這個 result x 你不會覺得有什麼了不起的啊 因為他很好優化嘛 對吧他最後就是0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說 ADAN的這整套 整套推導邏輯 大家應該有跟上嘛 應該不會覺得太難 好 我們 不過我們跟大家講 如果用剛剛的例子啊 你用sgd 欸透過小批量的T2下降法 他最後是可以走到終點的喔 但如果是ADAN的話咧 你會發現他走不到欸 所以ADAN 在數學事實上看起來很優美 但最後好像沒有 結果沒有比較好對不對 好原因是為什麼 我們先要想一下 原因是為什麼 來我們思考一下 大家思考一下 ADAN有什麼缺點 還數學系的 你數學比較好對不對 看著數學事就是想像出這件事情 ADAN有什麼缺點 你需要看著數學思想還是沒有用 沒有幫助 蛤 對著剛剛那一串 就剛剛這串 來我給你看一下 你覺得看著剛剛那動畫比較容易想出來 還是看著這串比較容易想出來 好 No idea 蔡翰 我知道你也會阿 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那個蔡翰會的時候 他就會說我不講話 然後那個不會的時候就會很小小的說不會 所以剛剛他就是會嘛對不對 好啦 欸 我跟大家想ADAN有什麼困難 有什麼缺點 有什麼缺點 你有沒有注意到 除以N這件事情 他其實整個M的部分沒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M的部分就是冠性動量 對吧 可以接受吧 所以整個問題除以N的部分 他的N的部分有什麼問題啊 忽大忽小 什麼時候大什麼時候小 邪率大的時候 當前邪率大了 就最近 這100次邪率大的時候 邪率都很大的時候 他的N就很大 學習率就很小 對吧 他的最近100代 數字都很小的時候 他的學習率就會被放大 欸那就是說 那我們換一個講法 是不是當前T度 在大的時候 當前T度大的時候 學習率小 當前T度小的時候 學習率大 聽起來非常奇怪對不對 有點矛盾 矛盾什麼你知道嗎 來矛盾什麼我跟你們講的 就是 不管我現在的邪率是多少 不管我現在站這個位置 邪率是多少 我邪率大的時候 我就要用一個很大數字 乘一個很小的數字 那大概是一個中間的數吧 我邪率很小的時候 就是很小的邪率乘上一個很大學習率 又是一個中間的數 所以Adan只管方向 只管移動的方向 不管學習率 學習率的大小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這是好處也是壞處 壞處就是 當你在一個 他實際上不是沿著你的 函數圖形去移動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現在告訴我們說 往北邊走10公尺 往右邊走 往西邊走1公尺 他還是會走一個45度角的西北方 這樣懂我意思嗎 Adan就是有這個效果 那你往西北方走 不代表他走對 也不代表錯 好處是增加了一些波動性 他也是在增加波動性 這樣知道嗎 但壞處是 他不是沿著函數圖形走 所以當你的函數很簡單 很容易優化的時候 Adan不是個好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但是很複雜的時候 他就是個好東西 等一下我們後面 再試個更複雜的東西 這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我應該從數學上解釋得非常清楚吧 你們應該可以體會我在講什麼吧 可以嗎 廖君 完全可以體會 好 如果有完全可以體會的話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的練習三 好不好 我們練習三阿 就是用Adan來優化MLP 好那我們現在這個 欸這個 我們現在也不要浪費時間了 好不好 這個用Adan優化MLP 因為我是四點半要開會啦 所以我沒有時間再跟人辦安座了 呃我們 我先示範一次 然後給大家稍微玩一下那個程式嘛 好不好 好我來看一下練習三 練習三要怎麼做勒 首先 我們現在想要把 這個Adan阿 把他拿來優化MLP喔 好 好 好首先我們先產生隨機樣本 產生完隨機樣本之後 我們來把 這個程式碼把它複字切上喔 這個複字切上 看起來很難 實際上 實際上就是在優化的時候 在這裡 在這裡我在優化的時候 我把它改成 用M跟N的形式去處理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用M跟N的形式去處理 那這個 然後這裡我就可以決定 BETA1 BETA2 跟OPMINER OPMINER是A等的時候 OPMINER是A等的時候 我就用M跟N去處理 用SGD的時候 我就用 傳統的T度下降法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所以這個語法 回去稍微看一下 應該不會很難了解啦 我要改 我改的地方非常有限嘛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來 試一下好不好 來 首先先產生 SAUCE SAUCE完了之後 我們來做實驗喔 來 這個是 是 使用A等 然後 Bench Size 20 Land Rate 0.1 這邊是不是有好多參數可以調 你們發現現在 你可以調的參數 已經有點多了 對不對 按照我們這種進度 教他去 這樣子 我看我們那個 到最後 真的要做論文的時候 那個參數 可能有 幾十個要調啊 對不對 好我們按Enter 好 這個 他又畫出來了 大概長這個樣子 Accuracy 0.76 好 接著咧 我們把學習率啊 從這個 0. 欸 這是A等 這是SGD SGD啊 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它改SGD A等個SGD 好 最後也有個結果嘛 對不對 好我現在帶你們做什麼實驗呢 你會發現 A等啊 他在 他是不是很快很快 很快很快 他就到這裡了對吧 SGD 他真的有 他比較慢對不對 很明顯比較慢 所以你把優化速度感 100代 你會發現A等大概在 40代 20代左右的時候 他就已經觸底了 可以接受吧 但SGD SGD到了100左右才觸底 所以A等的優化效率 是不是比較高 所以你就可以看一下 所以這邊會有人寫說 有些人在最開始的時候 會先用A等 快速的優化 為什麼 因為他一開始優化效率比較高 他先決定大方向嘛對不對 可是要修正小數字的時候 他就要沿著函數圖形修正 所以他後面會改成SGD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 然後 所以這就是A等 A等他的這個 A等他的好處 這樣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給大家 稍微練習一下 給大家5分鐘的時間 複製貼上 看練習上的答案 就好了好不好 先給大家 好各位同學我們今天 呃今天我們 欸其實我們是沒有回家作業 可是我們等於說 大家 在這一小節 鐵定是不可能非常熟悉的 因為這個 這個 從上個小節到這個小節 欸又要說 從前面的課程到這個小節 他跳的有點快 快在哪裡勒 來本來我們的MLP Trainer 我們有完整的推導對不對 好可是我們現在的 Deep MLP Trainer 長得非常非常像 但是變成 不指定層數啦 我們本來只能夠兩層嘛 對不對 一層 拿出去就出去了 對吧 我們現在變成一層 中間還可以疊一層 還可以疊一層 這個函數就有點難寫啦 這個函數 欸這個函數 我們就需要 寫成這個樣子啦 那我給大家一個建議啦 就是回家的時候 好好看一下 我是怎麼做到的 好不好 Deep MLP Trainer 他到底怎麼做到的 他為什麼可以 Number of Heidens 可以允許 數字是不同 可以允許超過 超過這個 超過一層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 我們是怎麼寫的 你會發現他的 Differential Function 完全沒有變多啊 還是這幾個 對不對 結果他居然可以做到多層 所以說其實 理解原理的話 你會發現 一切都變得很簡單啊 好我們來試一下 Deep MLP Trainer 我們要拿來做什麼 好不好 欸你們有沒有覺得 這個語法有點長 我來看一下這幾行 好啦 路易生要不要挑戰一下自己寫出來 200行 哇天啊 確實有點多啊 這個 欸映竹還是要做深度學習的嘛 對不對 你要不要試一下 寫出來這樣子 有點困難 好啦我跟你們講啊 這個我們現在一年級的是不可能寫出來的 好不好這個 那個第一次上課你寫出來 怎麼可能對不對 不要做夢了 可能完全熟悉的時候 欸你會發現 欸寫出來也沒有那麼難嘛 對不對 好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這個 MLP Trainer 我到底想要做什麼好不好 來 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現在啊 有一筆數據 然後我們要來做 Adan的 MLP 好這個MLP 它總共有三層 總共五層喔 然後我們來優化看看 欸看到了嗎 看起來優化 這五層 五層是不是寫數非常複雜 寫數非常複雜 所以你看它割出來的線是不是 Y7-8 可以接受吧 欸 可是同樣的啊 同樣的我們改成SGD 可是SGD那個學習率要改0.05 好SGD 欸 發現了什麼 優化不了對不對 為什麼優化不了 為什麼優化不了 欸不太清楚對不對 好來 SGD優化失敗的原因是因為 來我們SGD多給它幾個學習率 好啦 0.05改0.01 欸還是不行 好啦那改0.001 欸好像可以了 對不對 欸 你發現了什麼 欸 這個 0.001的時候 0.0001 再看一下 好像勉強可以對不對 很勉強 好所以你發現了什麼意思 學SGD這個東西啊 它對學習率非常的敏感 學習率射多少 就直接影響到結果了 好我們把SGD給Aden 0.01先試一下 欸0.01不行 0.01 可以好 0.01 也可以好 0.1 0.1不行 好 你會發現一件事啊 SGD剛剛只有成功一個啊 但是Aden似乎 他比較容易成功 對不對 好 為什麼Aden比較容易成功呢 欸 原因就是局部極指的問題啊 好不好 欸深度神經網路 很深的神經網路 跟我們現在有五個隱藏層嘛 對不對 五個隱藏層那個函數體 一定是非常複雜啊 你們想想看有多少個參數要優化 來來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說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函數 五個神經原 五層神經原 每一層 每一層有五個神經原 欸每一層有十個神經原 他總共有多少個參數 最開始是兩個對不對 兩個 啊他要變十個 所以是一個二層十的舉證對吧 就是 第一層到第二層對吧 可以接受嗎 二到三呢 十乘十對吧 可以接受嗎 三到四咧 十乘十 好所以代表中間有五個十乘十 對吧 然後最後再來十乘一 所以大概五百多個參數 五百多個參數 要優化起來當然是非常困難啊 這個函數圖形 長得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奇怪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說 欸深度神經網路真的是很難優化的喔 這樣可以接受 因為那個函數圖已經太複雜了 即使我們有這麼多很神奇的工具 還是很難去做到 所以Aden就是那個神奇工具裡面的其中一個部分 好不好 好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件事情啊 就是 練習四 我們的練習四啊 只給大家就是 稍微試一下 就是大家把我剛剛那一串複製下來之後 直接到練習四 你會發現 如果這裡啊 欸我們現在這個函數很方便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0.01的Aden 是可以 是可以穩定優化的喔 是可以成功的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加一層 還可以對吧 再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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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怎麼那麼強啊 這到底要寫幾個10啊 喔他還是可以 好我們現在再來試一下SGD好了 你會怕SGD一定是爆的啦 我們來試試看 欸SGD爆了對不對 我跟你講你SGD現在調多少學習率都沒有用啊 好怎麼調都沒有用對不對 欸你發現Aden強的地方了對不對 好不過 不過我跟大家報告一下好不好 這個 我們如果用Aden齁 好我們這邊不要 我們這邊連續要幾個10勒 然後我們來repeat repeat 這個 好30層好啦 這樣子 這樣什麼意思 來這一行語法是 總共有30個10 所以這個神就馬路有30層生喔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Aden有沒有辦法優化出來 哇靠 還是可以喔 不過這個軌跡已經非常奇怪了對不對 好啦 鐵錠是不行的 好不好 我跟你們講啦 為什麼不行呢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不行的原因 不行的原因 請你用 請你用新的 欸 欸我沒有提供T度的參數喔 欸 我居然沒有給你們 每一層T度的函數喔 好我來練習4的答案 我到時候會把它補上去啊 好不好 你們會得到一個 得到一個新的函數 這個新的函數啊 不只可以看LOST的軌跡 還可以看 每一層的 每一層 他在每一代的T度是多少 這是什麼重點呢 來 注意一下T度很接近0的時候 SGD是不是動不了 所以SGD只要有任何一層的參數 任何一層 他全部都是0 他後面是不是在什麼傳統留言 因為是這個層下去的啊 可以接受嗎 那他是不是就歸0了 欸那A的有什麼好處呢 A的很接近0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放的很大 對吧 那很 很大的時候呢 又會給你搞得很小 對吧 因為只決定方向 不決定大小的好處就在這裡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啊 Aden啊 他真的是一個好 就是 在訓練Deep Learning的時候 Deep Learning Model的時候 就是 網路很深的時候 欸 在這之前 在我們上自己的課之前 這個 欸佳安琪你有覺得 你台灣已經學會啊 你覺得 30層深的網路跟3層深的是不是差不多 你有 你有覺得差不多 邏輯上差不多 這邊不是就加個參數而已 很簡單嘛對不對 你現在有沒有發現好像很難 現在看起來很難對不對 現在看起來很難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來試試實驗啊 如果大家覺得30層Aden表現來很好的話 那我們來試試看300層好不好 痾 300有點太誇張 怕我的伺服器會爆阿 我們就100層 100層他不可能優化成功了啦 他優化成功這就有鬼啦 看到了嗎?Adan也爆了對吧? 非常正常啊 這個100層真的太難了 可是你去注意一下 你們那個 菜單看你不是有爆Paper嗎? 你Paper幾層真的網路 你是爆哪一篇Paper? 輪玩比賽沒有嗎? 喔輪玩比賽沒有嗎? 那下一篇呢 媽的什麼 爆過就算了是不是? 好啦沒關係啦 我跟你們講如果你們去看Paper的話 你們會發現 他304成 他304成 你有沒有發現304成就很難優化對不對? 我跟你們講喔 現在的網路動不動 八九十層一百層 這時候很正常啊 好不好 超過一百層都很常見 一千層其實也是可以優化的啊 好可是你現在是不是遇到問題了? Adan很強 他可以幫我們 從可能只能訓練十層以內的網路 十層真的網路就很難訓練了嘛 對不對 Adan可能會擴展到30層 甚至50層 可是一百層他絕對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深度神經網路是非常難訓練的喔 我們雖然覺得他很強 但是他非常難難以訓練喔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而且大家要思考一件事情喔 在 最近 現在我們當然很多人可以訓練出 很深的網路對不對? 所以我們也證實了很深的網路很強 在以前的時候真的是一個悲慘的時期 因為還沒有人證明深網路很強 深度學習很強 那 這樣 然後他會很難訓練 這樣你敢去研究他嗎? 不太敢對不對? 這樣他可以理解喔 我們不太確定 他可不可以walk 對不對? 有點像那個 這個 我們現在要投資體育項目阿 我們也不是很確定自己這個 這個投資籃球可不可以打贏阿 對不對? 所以總是要贏球之後 我們才會說 現在是籃球圓年 對不對? 現在是棒球圓年 對不對?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阿 這個 大家可以知道阿 這個一百成深的網路阿 Adan是沒有辦法優化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總結到 這裡為止 我們今天上到這裡為止 我帶給你們幾個資訊阿 第一個 我們再回顧一下 從第一節課到現在為止 我們回顧兩個資訊好不好 好 首先 Predition Function Costed Function 球解 低度限量法 這些非常熟悉的對吧 我們一天到晚再用 對吧 他還會再用13節課阿 然後接著 這個 神經網路 是模仿大腦的 需要 然後其中裡面需要 飛線運轉換 可以接受吧 這個都可以理解 然後呢 飛線運轉換 因為 那個 就是 Sigmoid Function 他比較容易低度消失 所以要改對率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接著我們這節課在教什麼勒 這個函數圖形很複雜阿 我們優化的時候常常會 只能找到局部機子 怎麼解決局部機子 兩個方法 改那個優化的方式 不管是加慣性重量 還是直接改ADAM 對吧 或者是 給他波動 給他波動這件事非常重要喔 對不對 然後接著呢 ADAM有什麼好處 然後現在我們可以優化很深的網路了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可是我們現在擺在我們眼前的問題 還是那幾個 好不好 一樣那三大問題 一 T度消失 好 太深的網路我們還是做不了 二 過度擬核 欸 剛剛那些三十層層的網路 我們是可以優化阿 但他畫出來的邊界是不是莫名其妙 不好 對吧 我們希望他畫平滑的邊界 那這樣為了要畫平滑的邊界 即使我們可以訓練三十層層的網路 我們還是要限制他的 這個 陳述 這樣是不是不是很好 麻煩 所以說 下個禮拜我們要解決過度擬核問題 好 局部集職問題還帶來一個問題 就是 今天上課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其實點很重要對不對 其實點是不是非常重要 其實點就在局部全區集職附近 那這就簡單阿 那你一定可以找全區集職嘛對不對 其實點離全區集職很遠 那你就很難找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其實值 問題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所以大家都知道這件事阿 我們的深度學習的課程阿 反正就是不斷在處理這三個問題阿 好不好 至少在理論的部分是這樣子阿 第九課以後是實踐的部分 實踐的部分會帶你們做非常多 非常 有趣的應用 不是這個深度學習絕對不是說什麼 給你幾張片子然後叫你去分類 這個有乳癌這個沒有乳癌 這樣而已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要產生一張新的圖阿 那也是ok的 好不好 這個 或者是你要做一些什麼 比較進階的應用 深度學習模型都是可以cover到的 所以 後半段的課程我們會主動在這裡阿 那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阿 阿我知道 看起來一定是有很多問題阿 阿希望你們回家 再複習一下 不然下一節課鐵定是要 based on 基礎繼續的嘛 對不對 下一節課我們所有的網路 都會用最新的函數喔 就是deep mlp channel 好不好 所以希望大家 大家可以 就是不用完全了解 不用說自己寫出來這個函數 可是阿 你們大概可以 可以去觀察一下那個函數 他是怎麼做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都把它寫出來了 應該不會很難猜啦 好不好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OK